为了保障建教生不要变成建架生 避免沦为职场剥削的这个劳工 立法院昨天三读就通过了高级中等学校建教合作实施 以及建教生权益保障法 明令建教生每一天受训的时间不可以超过八小时 厂商每一个月支付的生活津贴也必须比照劳工 不可以低于基本工资一万八千七百八十块钱